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的一个介绍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短足我们一般怎么去做 才能把它做好 那第二个呢是今天这个组织邀请我讲的主题 就是弯曲的短足可以怎么样做 那第三个就是我自己最擅长的就是软庄 就是软庄为什么它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其实前几天我就跟一个就是 有一百多套短足的一个大佬聊天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软庄可以影响那么多 他一直觉得可能只有10%左右的影响 但其实软庄对于一个短足的影响来说 可以去到可能40%这样子 它可以差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是软庄 然后他需要好看 但其实好看在短足里面 它只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仅仅只有好看 其实不代表你的房子可以租的好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说我们把短足当成一个产品 这样子去看 你这么看 你会觉得说短足好像很麻烦 长足好像没有那么麻烦 但是你试想一下短足它确实可以做得好的话 它可以做出比长足高一倍 甚至两倍的利润 那这一倍或者两倍的利润 它不是凭空自己添掉下来的 那是其实都是你用时间和精力换回来的 那我自己就是做了这么多年 我会把短足拆分为这么五块的内容 每一块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可化缺的 如果你要做好一个短足的话 第一个就是前期调研 当你有一个房子 你想做短足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它的wevenue是多少 因为wevenue告诉你的是市场需求 我刚刚说了我有做短足老师 其实我教过的学生应该是有过签的 然后很多人他们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我现在手里就是有那么一个控制的房子 我就想拿它来释手 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房子恰恰在一个没有短足需求的区域 就是当他用一些工具去预估这个wevenue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看得到他已经很低了那个wevenue 但他们依然决定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我刚好手边有 我就想拿它去试 但其实这个很容易会让你浪费掉很多时间精力 以及你投入到短足的前期的那个加剧成本 也会浪费掉 所以我一般不会建议大家怎么做 如果你看到那个wevenue就是低的 你用预估的这些工具做的话 它就是低的话 你就不要拿那个房子拿来做短足 因为我们是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市场 这市场没有需求就是没有 你不可能因此创造了需求 那第二点你就要了解当地的短足法 我听过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房东他把他的Airbnb全部包装好了以后 他要上线了 他发现他的房子根本做不了短足 那就是前期调研regulation这一个部分没有做好 有一些人说其实政府管的没有那么严 他管的其实是蛮松的 那我可以偷偷做 但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因为你偷偷做灰色地带的短足 你做一套两套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量化 因为你一大堆灰色地带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看不住了 那第三个呢 你前期调研的时候 你要去看这个房子修缮的可能性 如果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他才可以做一个包装成为一个 可以赚钱的短足的话 你要去算这笔钱是否值得 我不觉得说短足一定是赚钱的 不是每一个房子都适合短足 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说 我的portfolio里面主要分为两块 一块是民宿 一块就是学生公寓 因为做学生公寓那些房子 恰恰它确实就是不适合拿来做短足 所以前期调研呢 基本上告诉你的事情就是 这个房子是否适合做短足 你是不是应该去投入这笔钱去做短足 那么来到第二步呢 如果你第一步确定了 我这个房子是可以做的 那么你就要想怎么去包装它 长租跟短租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有包装跟没有包装呢 它会差得非常的远 我举个例子 长租你不同的季节 差不多的这个房型的房子 在不同一个淡季出租 一个旺季出租也好 它出租的价格 每个月的租金 它可能也就差个200块 300块这样子 但是短租同一个街区 一样户型的房子 有包装跟没有包装 它可以差一倍 所以这就是短租里面包装的重要性 那怎么去包装它呢 并不是说实际的砸钱 把它弄得非常的fancy 很豪华 那就是好事 那其实你要找到这个产品的亮点 也就是这个地点的客人喜欢什么 我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让人去理解这个概念的 就是你在湾区装修 把房子装修的是Florida那种迪士尼主题的房子 你可能花6万块 然后你装修成那样子 但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在这里更多的客人需要的是business travel 所以那business travel的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 喜欢什么样quality的家具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amenities 那这些就是我们去经验都会去研究的东西 当你把这些亮点在包装里面包出来了 展示出来了 你的房子的转化率自然也就会比你同地区的竞争对手要高 因为你达到了客户的需求点上面 那做短租呢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成本控制 其实我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特别不喜欢去比较价格的人 尤其是什么买菜 我就觉得我今天喜欢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但今天特价的菜是什么 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吃也吃不了多少钱 但是恰恰是做了短租这件事呢 让我了解到就是比价的重要性 因为短租其实它的成本控制就决定了你最后你拿到手是多少钱 人员成本消耗成本维护成本 这是三大短租的成本 人员成本可以有多大的差别呢 以完区为例同一个房子 我找两组不同的清洁工过来比价 可能一组告诉我是250 一组告诉我是150 短租你可能一个月需要清洁五次左右 那么这里就会产生500元的那个差距 所以这就是人员成本 那消耗成本同理 你如果可以把短租做成量的 你批发的话 你消耗的成本当然自然也就会下降 但我不建议说去克扣这种消耗品 然后要成本下降 因为这样会影响你短租的质量 最后会反映在你出租的价格上面 你就租不起高价了 那维护成本呢 其实是我会 我自己会把它放在前期调研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区域 它有不同的维护成本 当你去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考虑 这个地方的维护成本是不是高 那湾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相对的来说 它的maintenance的成本 比起德州佛州 这些做短租软门的地方来说 它的维护成本相对来说是低的 还有很多人觉得 它人员成本可能比较高 其实没有 它清洁工 因为其实湾区还是有很多南岭工人的 所以湾区的清洁费用 其实并没有比德州和佛州 那些地方要贵 然后呢 就是调价了 你产品做好了 成本控制好了 那么你租出去的价格越高 租出去的次数越多 简单的来说 你就会以得到的钱越多了 每个月的现金流越多 短租跟长租不一样 你不会说每一天都是一个价格的 我们的阅历是一直调整的 所以在短租里面有个词叫做dynamic pricing 也就是动态的价格 也就是动态的价格 所以它是动态在调价 每一天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 那做到最大利润化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要掌握旺季 旺季的时候你要租的足够的高 不要用过低的价格把这些旺季租掉 然后淡季你要怎么样去过渡它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在淡季 去抓到一些中租这样子的单子 那最后就是风险的控制 其实长租和短租都是有风险存在的 但是短租的风险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更多一些 因为它每一天进出的人可能不一样 人群人种人的文化可能不一样 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风险 但是呢其实这个风险是由平台 跟我们共同承担的 比如说Airbnb它有那个300万的保险 那只是说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去用 这个Aircover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在自己在承担这些客人带来 给房子带来的伤害 但其实Aircover是个很好用的东西 你学会用之后 其实就是住进来的客人 他把你的地毯弄脏了 他把你的沙发毁掉了 那些都是Aircover赔付的范围之内 他比保险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没有call pay 他也不会说来年你会涨保费这样子 所以虽然说短租可能风险控制上 要做的东西会更多风险会略高一点 但是其实是有平台跟我们共同承担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些免责声明会说的非常清楚 比如说游泳池的我们在哪里需要有警示牌 我们还有一些房子有攀岩墙的 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免责声明 这些呢就是也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经验一点点就是把这些流程里通里顺的地方 那我刚刚说了 我会把短租当成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就把弯曲的短租当成一个产品 我们去做那个市场调研 我们去分析的话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一个弯曲的短租房做好 市场需求 其实弯曲最大的市场需求是在business travel里面 因为这里还是非常非常多差旅的人过来的 那所以你可以去用很多 比如说air dna等等的工具 去预估你现在想做短租的这个房子 它大概是不是有一个不错的收入 那基本上呢在湾区有不错收入的房子 其实它的位置上面都是比较符合business travel的人 所喜欢的位置 那第二个你要去看regulation 湾区很大 每一个city的regulation不一样 比如说半岛和南湾 它就已经很不一样 半岛其实是基本上属于湾区最不那个短租friendly的地方 半岛基本上做短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如果整栋全租的话 只能租个可能90天这样子 100天90天这样子 而且市政府管的是比较严的 还有很多地方是完全不让做短租的 所以半岛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做短租的地方会相对的来说会难一点 它只有那种就是偏灰色地带没有什么人管的地方 比如说EPA 它在PA的旁边 那PA是完全不让做的 EPA其实是没人管而已 它不是一样做 那南湾相对来说就会友好很多 但依然是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比较好的Los Atos 它就不让做短租 但是Santa Clara可以做 San Jose看是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San Jose如果在正常的区域它可以做 也不需要自己去交那个税 但是如果它在不在政府的管制区域里面 你还要自己额外去交一个税收 然后在湾区你要去考察一个房子 Innovation的可能性 你做短租的话 第一个AC你一定要去想 因为很多房子的AC它比较旧 它空调不够 但是空调其实对做短租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就是房间的数量 你有没有我们做短租 其实很多时候在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会去 就是这个listing上面 它说它是3B 我们就一定会去想说 它有没有可能做成4B 5B这样子 因为房间的数量越多 我们可以在价格上面的调控就会越多 然后对那怎么做产品包装呢 如果你这个房子在湾区 那么我们说了 business travel是很大的一块 所以我们在做SEO文字照片上面 我们都会针对这类型的旅客需要 想要的东西去打他们的需求 这样子会大概提高我们的转化率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配一些 那个电动的办公桌 因为那东西也不是很贵 但对于business travel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后院其实我们还蛮在意的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 他来business travel 可能后院已经不重要 其实不是的 他们很多人就下班之后 还是需要去后院 偷偷提 有一些娱乐是 对于business travel来说是有好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做corporate housing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Stanford的医生 他们有travel doctor 我们有跟Stanford签合约 然后他们会派一些那个travel doctor 会住我们的房子 那这种呢 他们也会比较在意 那个家具的quality 就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代 说你随便放一堆二手家具 就可以放到Airbnb上面 租的很好的年代 以前是的 因为那时候竞争很少 那现在不是了 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卷 然后他们注重quality 然后他们还蛮在意 这个房子是不是kids friendly的 因为很多这种高管 他们是会带着小孩过来住的 那你从照片和文字上 要去展示这些东西出来 还有一个厨房也蛮重要的 Airbnb跟酒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你有一个完善的厨房 所以厨房里面的工具相对来说 要比较的全 那我们从照片也会去展示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还会从照片SEO上面 尽量去冲上kitchen这个category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category 那个是一个要你的Airbnb流量 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然后成本控制 我刚刚说过了 其实湾区的清洁费用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有一个就是华人房东 他们以前有会讲笑话说 华人房东可能一开始 他找的是华人的清洁工 然后慢慢就变墨西哥人的清洁工 然后就到不会讲英文的墨西哥人的清洁工 那最后呢 其实很多的新移民各国的 什么葡萄牙各种都有 那所以当 那我们都是拿那个Google Translate 跟他们去沟通的 那当你找到了 不会说英文的清洁工的时候呢 大概你就是找到了最便宜的人员成本了 然后最大的利润化条价 也就是你需要去了解 什么时候是旺季 我们去的旺季在暑假 以及12月 还有一些大的event 比如说那个Giants他们打球的时候 那你需要了解这些时间点 然后呢 那些时间点的价格得提前先把它调上去 弯曲的淡季就是剩下的时间 但是其实弯曲的淡季不会太过的难熬 因为其实一直都是有business travel的人过来的 一般来说一月是最差的 一月出差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会难熬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淡季租不出去我会拿它来做房子的整修 所以也不算是一个坏事 因为房子也是需要休息一下的 那风险控制呢 在湾区其实问题就没有那么多 因为你那种什么泳池啊 攀岩墙这种就是娱乐性很高的 amendities其实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多啊 重要的就是买好你的短租保险 学会用air cover 这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在湾区做短租 那我们刚刚讲到category 这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房子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字眼 airbnb上面有个category 我们做的这些staging 全部都是进了category的 因为我们的关键字抓的好 以及呢我们的软装 大概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入category 当airbnb把你的房子放到category里面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额外的流量 也就是说你的房子更容易出现在客人的搜索结果里面 这个威力这个房子呢 它是在santa cara那边的 那么这个房子的色调就是一般来说 business travel的人比较喜欢的 然后它房间里面也会配备 这也可能看不清楚那种升降的办公桌等等 然后它厨房里面 你想到的工具基本上都有 所以我们很多房子进的是那个kitchen那个category 那你看这个有amazing view 有play的 这种一般就是比较亲子类型的category 它就会更就是颜色上面可能会更丰富 amenities会更多一些 那我自己呢是有写那个小红书嘛 我以前写过一些地产投资的笔记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些写的是我自己有头外周嘛 我是看哪一些数据去分析 比如说自然人口啊 然后那个工作的组成等等 然后我也会做bird就是滚雪球的游戏嘛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短足系列 我就有讲了如果你要远程管理 你需要什么人什么工具 你可以怎么样去布置你的房子 布置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然后你是新手的话 你怎么去做这个简单的分析 怎么用到这些工具等等 那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大概就是这么多 好的非常感谢Joyce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进入Q&A的环节吧 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提问了 好 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 根据你的经验啊 就是在湾区做短租这个产品 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刚刚讲到非常多的优点嘛 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克服 主要的挑战是房价贵 我觉得这是 因为很多人买投资房是为了现金流嘛 但其实湾区有一个特点 很多湾区的人做Airbnb 不是为了现金流 是为了省税的 因为短租它属于 Active Income 所以他做出来的Loss 是可以去抵你W2上面的税 那湾区很多人的税都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去就会想用那个Airbnb去抵税 对的没错 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没有具体细讲的 但是实际上在湾区这个高W2收入很多的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 作为Airbnb是非常好的 因为是一个非常Active的一个管理 对大家可以等我之后分析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 我还没有去剪那个视频 但我们做了 就是一个马农 他做Airbnb跟不做Airbnb 他那一年的税是差了40万 对 大家可以就是可能我之后post在小红书上面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即将post的这个案例 然后我们之后的讲座也会讲到 就是在这个长短租的税收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然后怎么去跟你的家庭税务相结合 对短租确实是对这个高W2的朋友们非常友好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话题纳入到了这个房多多系列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根据你的经验呢弯曲哪几个区块是比较适合做短租的 如果你想做business travel的话 Santa Cara和East Polo Alto是租的比较好的 但East Polo Alto是灰色地带 它是没有人管 它不是合法可以做短租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明白 好的 然后一个问题是问在 Tahone那边做Airbnb的一个看法 这个应该适用场景就不是business travel 可能更多是一些旅游的需求 对但Tahoe不是我会做的那种Airbnb 因为我是不做大自然民宿的 原因是因为大自然民宿的成本非常高 无论是在Tahoe还是Joshua去 它的人工成本都很高 因为那里人很少 另外呢我买房子是以征职为主的 这是我是先选那个房子 后面我再去决定它是不是适合做短租 我没有说我非要一定要去做短租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大自然民宿它不在我会看的范围里面 因为从争执的角度上面来说 它不可控嘛 比较不可控相对的 嗯对的而且可能大旺季是不是会更加显著一些 对它会很明显对 好的有一个朋友问交税报那个表的问题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Joyce是职业做 你是自己在管理还是用 对没错 还是你自己就是你 对 对的这个问题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参与了足够多的时间去管理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active去管理 你自己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去做 对吧 那就跟Joyce的情况比较一样了 那应该是Boss Schedule C吧 对吧 对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递到W2上面嘛 虽然我没有W2 但是可以递我先生的嘛 嗯对的 好然后还有朋友问到的是Sacramento这个区域 嗯怎么样 你好像跳了那个南三番的 哦 sorry 对南三番还就还ok了 Daily City的 因为Daily City呢它只能屋主自住 南三番我不太记得那个法律是什么 因为我在南三番没有房 没有那个Airbnb 所以我不记得它的法律是什么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整租的 所以啊它的竞争就 因为San Francisco是也是很麻烦的 那个法律啊 那Daily City也是有一点 所以所以相对来说 我印象中南三番是比较friendly Sacramento Sacramento蛮好的 Sacramento是我笔记里面很多年前 两三年前我有推荐过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是湾区的辐射区 所以如果湾区房价长吧 Sacramento它也会长 而且它搬入的人口也很多 而且Sacramento的Airbnb 它的季节性是不明显的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他们去Sacramento干嘛 但是其实Sacramento每一年有很多的 那个什么跑步 什么铁人三角赛啊 马拉松啊等等 它那种小的event特别多 所以它租的蛮好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staycation 湾区的人没无聊了 我周末不知道去哪 真的是老外蛮多人 他们会去那边租一个游泳池的房子 然后那边比较热嘛 湾区比较冷 他们就在那个房子里面 就是待一天两天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Sacramento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医疗的这种hub Kaiser的最大的hub 应该是在Sacramento 所以他们医疗会议很多 所以去开会的人也不少 好的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框里的问题啊 有些朋友说 今年上半年的湾区短租收入 感觉明显没有往年那么好 请问你有相似的感觉吗 那肯定的呀 尤其是如果你还在用以前的那一套玩法 就以前的那个很比较随意的家具 然后不专业的管理 然后也没有做什么SEO 没有进什么category的话 你会觉得你收入大大减低 因为竞争真的比以前大了很多 你回想去五年前 有多少身边的人会去讲短租这件事 你再回想到现在此刻 你身边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就是这样子啊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以前有一套房子 我在刚刚开始做的第一年 他一年的租金是30万 我做短租 他现在那套房子升值了可能40%左右吧 那房子更贵了 但是收入却更低了 他十来万吧 可能现在一年 因为你竞争大了呀 而且我那个家具是没有换过的这么多年 所以他就会就是outdate了嘛 他的竞争力就不如别人了嘛 我不帮别人去管理 但是大家管理的话呢 可以找那个Mabula Link Vacation Rental 那是一个全世界排名前50的一个短租公司 好的 大家的问题比较散一点 有的人问 在Sanacara做短租 除了房价以外 大概要多少成本 你指的应该是装修翻修 那看你的那个房子买的那个状态 大概是多少 一般来说我们做一套房子的家具 三房到四房的话 我们需要大概两万 就是包括所有的家具 床垫 锅碗瓢盆 第一次补充的消耗品 然后Security System等等 在湾区的话 三四房是比较好的 南三房刚刚有问过了 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好的 我看看 还有问题是说 如果在现在啊 如果您新买房子 去做短租的话 你会主要考虑什么因素 在哪里啊 在湾区 有这条问题吗 在湾区选短租房来购买 你不考虑什么因素 我刚刚回答过了 我买房是先看争执的 我不会因为它是一个短租房 我去买 所以我是看这个地方 它的争执 所以我为什么我的那个房产 主要在南湾 我自己住半岛 因为南湾涨的确实比半岛多 而且我买很多是那种 我们说的上车盘 就是第一套自住房的那种规格去买 因为从就是投资的角度 那种房子涨得快 只是我买到了以后 我再看这个房子 从regulation上面 到市场需求上面 它是不是适合做短租这样子 明白 所以你其实主要还是看它的投资 投资的这个属性 然后再来判断其他的 对吧 对 因为我做短租之前 就是我发展短租之前 我做了更多的是学生公寓 所以那个就是 跟短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那个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做 就是BRRR那种滚水球 然后更好的去做false appreciation 它就是不一样的玩法 但是不论是这个还是短租都是 我都是先 其实先看这个投资标的的 可以增值的可能性的 好的 有朋友问你有没有YouTube的频道 你的房产主要都是在南湾吗 对南湾 这个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对 YouTube没有 因为我做这种自媒体 不是说为了流量 而是当初最开始的起因 就是因为身边问我的人太多了 然后你回答了 你不回答B好像也不好 所以我想找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笔记 那小红书它既可以 它是可以有文字 它也可以发视频 所以对我来说管理上面比较友好 所以我们要做YouTube 好的 有朋友已经开始说 对学生公寓也很感兴趣了 那我们之后可以再邀请Joyce来 再做一期 或者你也可以先关注一下 他的小红书 看看过去他的视频里面 有没有讲到过 有讲过 但是感兴趣的人 应该一般不会很多 因为他的初始资金会比较大 因为我做的是commercial的那种 对 就是他已经是五个unit以上了 所以他初始资金会比较大 而且呢 做这种拿Due很难 因为他跟平常我们买Single Family House 不一样 他不会post在什么Rafina Solo上面 他是靠Connection在拿Due的 有一个匿名的朋友问 你的学生公寓也在南湾吗 不在 在Solid City 好的 我看一下 有的朋友问SEO的问题 你可以再讲讲吗 搜索词的优化这种 这个要讲很穷 很紫婚学 这个话题要研究起来就复杂了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问题 接着问 如果是想想问 如果买房除了考虑正常的投资之外 用来做短租还要多考虑一些什么因素 您是不是没有听到前半部分的讲座呢 前半部分就一次有讲到过 他会考虑到的因素 对 你可以去听前半部分 怎么去包装他这些 我看到还有一个 请问你体验最贵的那套房子 是大使的福利 它不是大使福利 它是体验官的福利 那当年ABB是选了全球选了五个人 去体验五个不同的房子 好的 然后这个40万省税的这个case 我估计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关注这个 Joyce的更新的频道的视频 因为可能短时间也讲不清楚 但是呢我们之后的 因为我不是会计师 所以我不想有任何的误导 所以我那一期视频 还是找了会计师跟我一起讲的 嗯 嗯 对 好的 这个关于Airbnb 怎么跟W2结合审税呢 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们在后面的讲座会讲到 那么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到 我们的这个系列讲座 我们之后会有一期专门讲房地产相关的 很多的税 包括你应该报在哪里啊 长租短租如何去结合啊 怎么跟你自己的整个资产配置相结合啊 等等 我们会请会计师和资产规划的 这个专家来给大家讲 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然后呢 嗯 这个关于Joyce提到过 他以前分享过的一些案例呢 嗯 Joyce你再分享一下 你的那个Airbnb的二维码吧 啊不是Airbnb 小红书的二维码吧 哦 好 好 对 他之前分享过很多的一些案例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二维码都是就直接到达的那一个 就是笔记里面去了 对 这些是以前讲过的 这种讲BIR的 BRR的 其实讲的就是公寓 因为其实Single Family House 这种BIR 在 房价贵的地方是很难的 所以其实你只有 就是因为我投的地方 一般房价不会太低 除了一个那个德州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其他我投的地方 其实房价会相对的 在全美来看会相对的高一点 所以他如果用Commercial做BIR会更容易 好的 大家抓紧时间 关注扫码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开放给大家好吗 就时间也快到了 有没有朋友把握机会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 如果大家暂时想不到的话呢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后面的讲座 我们后面的讲座呢 这一期完了以后 下一期呢 我们是请到我们团队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是湾区非常top的这个agent daydreamer老师来给大家讲 怎么在湾区去time in the market 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 湾区的方式 其实如果你不time in 和这个time in 它差别很大 所以呢 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策略存在的 所以下一期的讲座会 非常的有干货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然后再下一期呢 我们会讲到 房地产退出怎么避税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所好奇 特别是当你房子很多了以后 或者是你投资房很多了以后 你的退出 有很多的capital gain 你怎么办呢 或者是你有一些传承的需求 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们会邀请这个 沙丘俱乐部的CEO Ocean来为大家讲这个课题 那再之后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房地产相关所有税务的 这种综合性的一些话题 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我们的系列呢 一共安排了11期 所以它会一直持续到 6月底7月初的样子 每周二的晚上 然后呢 我们6月呢 其实要开启周日的一个 线下的聚会 我们线下的聚会呢 目前呢 是安排在Cupertino 因为4月已经安排过一期了 然后线下的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不是都很热烈的在讨论吗 对吧 还会有很多的实际案例 想要分享的 那线下的活动 就是把投资人和房东们都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 更加专业的人士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踩了些什么坑 然后是怎么避免的 用你的这个经验呢 去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会有这个专家 到场坐镇 为大家答疑解惑 所以呢 线下的这个活动呢 现在也在开放报名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去扫码 联络到我们的小助手 然后他会帮大家去安排 周日线下聚会的这个报名 因为我们每次是规模是比较有限的 就是所以大家先到先得 然后呢 再提到一下 就是刚刚有讲到过 其实大家在房地产投资领域 有任何的这个板块 或者细节的问题 都想要去咨询的 比如说刚刚有人问到的 这个W2省税的这个问题 你想要咨询的 那么就可以扫描 我们这个EVE服务的这个咨询 就会有咨询顾问来联络到你们 你就可以把你的需求告诉他 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 做好准备去投Airbnb 但是听说可以省税就很心动 也可以联系到他 他会为你去提供专业的 这个分析和服务 然后帮你对接到专业的人 然后呢 我们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这个里面会定期推送一些 干货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关注 那今天呢 我们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然后非常的感谢大家 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 好的 那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里 感谢Joyce的精彩的分享 然后大家会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的频道 然后今天晚上讲座 大家如果错过了前面半期的内容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视频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的频道上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Joyce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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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